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是我们台湾乡司马县部落永久屋的一个洞土典礼 我想司马县这个部落经历了三十多年 这前四年我们也透过一个媒体记者报道 那结果呢非常开心的是 我们园民会终于听到我们司马县部落的心声了 那所以在经过园民会 我们正在基金会 还有很多我们公所 公所的这样子的协助 县政府的协助 那中间很多的这样子的困难 我们都一一去排解 那今天终于要去动工 今天是我们苗栗县摊乡司马县部落家屋 重建洞土典礼的活动 那我们司马县部落呢 其实历经了三十几年的一个筹划 终于呢在经过大家所有的工部门 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团体 还有我们部落主人的努力之下 今天呢终于呢进行了一个动作的典礼 那这部分呢 我们苗栗县政府呢 站在一个权力协助的立场呢 来协助我们主人呢 重建他们的家屋 那也谢谢呢我们这个赠灾基金会 还有我们园民会 还有我们这个部落主人的这个麦巴汉有限公司呢 大家一起努力来签成这样的活动 那我相信呢在一年半载之后呢 这个部落将会是最美丽的 台湾厂的一个最具特色的一个部落家 对呀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